其實它的外型我沒有想過是這麼便宜耶 它的外型真的蠻前衛 我以為真的要兩三百的那種 你當初怎麼會想要買這台車 省錢啊 這台是目前我聽過最便宜的 今天才說占用停車格 我們馬上開一台XC40 我們去問一下 我們代替這個廣大 被我們遇到了 對我們代替這個廣大的這個 想要充電沒有充電的人 出口氣 先生不好意思 你的XC40怎麼會停在充電的車位呢 我們會送給予製作者的提供 歡迎來到 宏達都督訪第10集 我是臉蛋天才欣梅 我是聖獎厚莉莉Jerry 今天要帶大家來探討 電動車新的能源 就是探討說 開電動車的大概是什麼樣子的人 那像電動車 它算是一個新的能源 學長你對這個有什麼想法 所以我覺得電動車可以跟大家呼籲一下 一大原則啦 你家可以裝充電裝 你再買電動車 真的是替你的這個後續里程焦慮設想啦 因為就算我今天沒有買Long Range 我家裡每天充飽都是300以上出門 坦白說你比較不會這麼有那個里程焦慮 所以我覺得說你家裡能裝 再買電動車 當然現在外面的充電站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 不過我覺得從這個方向去 大家可以先考量一下 我自己覺得可能太早啦 我還是會想要把握就是燃油車的尾巴 今天也是探討我們賣車的業務 學長學姐們 會不會想要換電動車 賣過這麼多台車 一起來看看 我們業務的想法怎麼樣 Let's go 我家裡面可以充電 所以我會買電車啊 現在給我出一台電車MPV 我就買滑門的沒有 我已經查過了 未來汽車友 除非我搬去對岸 對我來說 我是一定買油車 為什麼 學長每次都說 改車先改管 我就覺得一定要有聲音 電車就完全沒有那種 就算它有模擬聲浪 因為我們看過那麼多品牌 就算保時捷了 還肯 它的模擬聲浪 我就覺得這樣 好像沒有開車的感覺 這是肯定的 因為電動車 它第一個其實開起來 我覺得它跟油車的感覺是沒有辦法比較 因為我們油車有變速箱 然後就要換檔 那換檔其實多少都會有一點頓挫 尤其是在塞車的途中 那電動車的話 因為它只有馬達出力 所以它的加速是很線性 所以開起來的感受其實是很舒服的 加點數都是一樣 我不會 我以前比較接觸老車 我比較有那種勤快 我比較喜歡 要嘛就馬力比較大 要嘛CC數比較大的車子 哦 了解 對 要不然就首排車 我覺得 當然首先是 比較藏鮮的客群 然後目前來講 以台灣來講 我覺得還是提供給經濟能力比較好的客群 我覺得真的要普及的話 絕對要有百萬以內的 想體驗電車的 然後再來是想要有 自動駕駛 然後 覺得電車好像被 大家都說得跟神一樣 欸 多省油 多省稅 現在不用繳稅 訪問完我們的 宏達業務 的想法之後 對 實際 走錯 來 U-POWER 林口站 來聽聽看現任的 正在充電的電動車車主 他們想法怎麼樣 有沒有跟我們業務 說法有沒有一致 我覺得 現在來應該是說 剛好是介於 油車轉電車的一個過渡時期 會買電動車的人 都是因為 長鮮 喜歡科技感 或喜歡那些 加速力道 他可能平常 以前開的油車 沒有辦法滿足到 他這樣子的一個 加速性能 我自己的想法啦 貴類的原因是這樣子 我覺得他是 比較走在 這個汽車科技尖端的人 選擇在現在這個時間 買電動車 現在全代C300 選擇帶C300 對 然後加油加300 已經不流行了 你知道有的新的嗎 你知道嗎 你說 全代特斯啦 電寵隔壁啦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會不會真的有這種人 真的有的話 我學長討伐他 站著毛坑不拉屎的 欸 交給我處理 充電樁 糾察隊 出發 OK Let's go I Unique 5 現代的 那當初是買多少錢 197.7 其實他的外型 我沒有想過是 這麼便宜欸 他外型真的蠻前衛 我以為真的要兩三百的那種 還蠻不錯 它P版要207版 Performance版的 對Performance版 那當初為什麼會想要買電動車 因為我們需要長途的上班 所以我們必須要 油耗非常好的部分 因為工作會需要開長途 對對 到處跑這樣子 沒錯 IX 當初怎麼會想要買這台車 就試試看 試試看電動車 長鮮的那種心態 這是第一台電動車 欸 是的 那你上一台是開什麼 也是BMW油車 Model Y Model Y 欸 你是做什麼的 我是算半退休了啦 半退休了 所以 閒閒沒事 電動車充電 就比較不佔我的生活時間 這樣 你當初怎麼會想要買這台車 省錢啊 這台是目前 我聽過最便宜的 我那時候買128吧 這台真的算很便宜 因為看到 官網好像大概都是150這邊 就電動車來說的話 這台車它比較小一點 它的里程數也沒有那麼高 大概300多 然後它的電池是39.2度的電而已 所以它比較輕 因為我是Uber司機啦 對我來講 每天200公里到300公里其實夠了 這台車滿電大概就是200到300 差不多 可以爆300多啦 我是Model Y Model Y 大哥呢 Model 3 Model 3 請問你的職業是什麼 我是資訊業 水電工 水電工 你買這台車的新車是多少啊 我那時候是在割九台之前買的啦 所以大概 260吧 260 Long Range Long Range 但是因為我有那一個自駕 喔 你有選那個FSD 你是買Model 3的什麼版本 LR LR 那時候買多少 18多啊 18多 我開iSAR iSAR50i 50i 啊 厲害 當時50i跟40i就是兩個貴貴 怎麼會選50i 主要是里程的問題 對 因為里程量差蠻多的 它會有里程表定 對對對 那你現在這個表定 當時 看到時候里程 500 幾個 它表定不只啊 表定6百多 6百多 那10車啊 實際大概 接近400或是500啦 喔 OK 對 看怎麼開啦 主要還是看看 今天才說占用停車格 我們馬上開來XC40 我們去問一下 我們代替這個廣大 對我們去到了 對我們代替這個廣大的這個想要充電沒有充電的人 出口氣 對 出口氣 先生不好意思 你的XC40怎麼會停在充電的車位呢 我的是電動車啊 你也是電動車 真的假的 喔 XC40 Recharge 對 抱歉 抱歉 長太像 生聽好你咧 請你 請你出去 某某的XC40 Recharge 當初怎麼會買這台 就想說外觀還蠻特別的 然後加上說安全性 大家都不用擔心這個問題 對 那你當初出新車 我記得好像搬得好大概180幾 再過一陣子會裝 會裝 透天的所以可以裝 沒有充電裝 你這樣開不會很麻煩嗎 就是三不五時就要找個超充站 然後又要停下來充電 到現在會不會有點麻煩的感覺 因為他現在目前的話 他現在有送免費充電 就是兩年內4000度 所以說兩年內的話 如果你來U-Power充的話 就不用錢 不用錢 對 沒有 沒有 那都是跑來外面充 是的 電費差蠻多的 電費是差很多啦 但是如果扣掉電動裝安裝成本 直接算起來的話 其實差不多 電動裝都有自己的安裝成本嘛 對 那電動裝安裝成本 一般來說差不多在 6萬到10萬不等了 對 但是這個電費差的話 一度 我算說差7塊錢好了 那10萬塊的成本 可以成功很久了 對 而且賣房子還要把東西回復原裝 那你還有另外一個成本在 那時候有請那個工程 他們單位去評估 你們家安裝充電裝 費用大概要多少嗎 有買車的時候 其實他們都有合作的廠商 然後合作廠商就會收費 去做一個評估 那你就覺得說 其實裝在家裡沒有比較划算 裝在家裡沒有比較划算 是很方便 那但是另外一個是 礙於政府的政策 跟這個 大家管理條例 裡面的一些規定 就是說社區幾乎他都不希望你裝 聰明裝 因為有安全的 考量 疑慮 那希望說你是用share的方式 去裝一個系統 但那個系統要價就兩三百萬 但是現在電動車補給力 我們講說百分就10好了 那所以一個大廈 200個停車位 可能只有20台 那所以常常會在管理條例下 我們是可以去裝 但是管委會通常都會沒有辦法投票通過 家裡很尷尬的是說 因為我們社區 電動車並不多 所以你到管理會 他畢竟投票 所以一堆油車去表決 少數電動車 他們就說 這個不要 不通過 不通過 對 那你們管委會遇到的困難是什麼 就是除了表決上之外 他們是說可能 要拉電表還是什麼樣的一個狀況 會卡到 如果大樓當初沒有預想到這個 你雖然是從自家電表去拉對不對 可是如果每一個人都自家電表拉的話 他的總表可能會承受不住 所以有可能會有跳電的餘力 是這個原因 了解 所以他會怕說 如果萬一社區供電不夠的話 每個車主都這樣衝就很不好 明白明白 還是沒有 就是都知道外面來衝 因為現在就是因為那個 消防法規的規範 我們的社區是這樣跟我講的啦 所以他的意思是說 目前沒有辦法就是安裝那一個充電樁 因為如果要安裝的話 可能我們家裡地下室 停車場的那一些 消防管線 可能就要做一些調整 調整 你懂 那大哥你有IONIQ 5 又有Model 3 那你家有充電樁嗎 怎麼可能會沒有 一定有 對 我想說你如果兩台還要在外面衝 可能會稍微辛苦一點對不對 對阿 那你今天怎麼會來外面充電 哪邊啊 哪邊啊 我們家沒有 沒有 所以我都出來外面 沒有 沒有 不會想裝 不會 為什麼 因為來這邊衝比較快速 比較方便 其實買這台車當初的定位是在 就是新竹以北在開 嗯 那通常在我的朋友裡面 變車都是定位成短程在開 對 然後家裡一定都還會有一台油車 動動動 就是交替使用這樣 家裡也有一台代步的 家裡也有別的車 對對對 其實電動車充電不是問題 最大問題是說 你如果臨時要跑長騰 而且是趕時間 沒辦法馬上出門 你沒辦法 你跟朋友說 你們先走 對 我去充個電帶上路 嗯 你也不能硬著頭皮上路 對 硬著頭皮上路 你只能開到新竹台中 因為你平常今天車輛不會 充電 你的電不會保持那麼滿 對 如果你一直保持一半的電 你只能跑到台中而已 哦 然後再往來你就會有焦慮 就要叫做貨車 哈哈哈哈哈哈 其實剛開始會有 剛開始會有 因為沒有開過嘛 總是會擔心說 哇 等一下沒電怎麼辦啊 哪邊可以充電啊 那其實買了之後 你就比較不會有這種焦慮症 你就會發現 其實台灣現在很多充電站 對對對很多 不管是公家的民營 你像政府都有在推嘛 像各個六都 他的政府都有在推 很多都不用錢 你停車要錢 可是充電都不用錢 欸 目前還好 那家裡還有其他的車嗎 有 還有油車 是買的 電動車就是安靜 安靜 對 然後就是加速會比較快一點 哦 我覺得啦 現在在請你回去開油車 你回得去嗎 就會震動啊 就會覺得 欸 怎麼會在抖動 而且沒有這麼立即性對不對 對 電動車的油門 你是很喜歡的 對 目前 有什麼缺點 對 我這一盤的話是EV600 那600的話 目前它就是沒有彈出手把 哦 沒有彈出手把 所以我會夾到手了 哦 沒有彈出手把 是怎樣會夾到手 前面跟後面都沒有 所以說它在開的時候 就必須要這樣子按它 哦 了解 對 那一般像好像EV600有 它就是接觸後 它本身就會這樣子 了解 好像特色它也沒有吧 那這樣怎麼會夾到手 沒有 剛好拿手機 太急了 然後就不然這樣子夾 哦 就沒有自動彈出似的 就有可能會夾到手 所以買Problemus版就有 當然是省很多啦 因為以加油 我平均來講 一公升差不多是五公里 所以折算下來 一公里差不多是五塊錢 那充電的話 充一度電差不多是外面充 像這個超充就是九塊 那九塊我可以跑個五公里 那所以省的話 它會省三半至二的錢 比較下來啦 如果說常常在跑市區這些的話 電動車其實是會比較省 那但是對於長途來講 理程焦慮或是充電 確實還是個問題 就這樣這個蓋子一定要 下雨天 有一次毛毛蟲 跑到那個充電口 啊 那怎麼辦 把毛毛蟲撥走啊 所以我從廚就自己買一個塞子去跑 那你看所有的車廠 特別是歐洲車 它一定是雙門 就是外面一個門 裡面充電 還有一個蓋子 對 所以它不怕雨淋 或風吹 或是貓貓蟲跑到蓋子 因為像這樣的話 你充飽對不對 你拔完 貓貓蟲躲到那裡你怎麼知道 優點喔 其實它就是 你在電車享受到的 應該特斯拉是走在最前面 所以你可以覺得說有那個 跟著上 這個 進步的 對 趨勢的那個感覺 很科技感 優點就是 它開起來比較舒服啊 它沒有震動啊 然後它的保養也比較便宜啊 像我這一台 大概算了一下 我買來到現在 我去年 12月14號簽的嘛 然後到現在已經開了 三萬五千公里 跑很多啊 對啊 而且我現在還沒有 為那個能源花過一毛錢 這樣子應該省了 省十萬 省十萬有到 如果說一公里 算三塊錢的話 油車嘛 油車一公里大概三塊錢成本嘛 那我這一台的話 已經跑三萬五千公里 如果一公里三塊錢都大概十萬五千啦 缺點目前是還沒發現啦 其實未來電車是一個趨勢啦 我是聽說好像2040年是競賣油車啦 那50年是路上不能有油車在跑 對 所以這個是一個趨勢 早買早享受 現在我們這種 拍照稅 燃料稅都不用啊 路邊停車也不用錢啊 一年大概可以省 它的系統很方便 缺點的話 就其實也是對它的硬體 不是很舒服這樣子而已 其實我不像這位大哥 因為它有兩輛可以比較 因為我就有這麼一樣 就這麼一樣有電車 但是我覺得有一點 我覺得是它的缺點是 它沒有辦法有一個360度環境的 因為我覺得現在的這種環境 都是透過軟體動出來 但是我覺得以馬斯克 我覺得它應該是做得出來 但到目前為止我還是看不到 我真的覺得有一點 其實它一定是可以 只是它就走自己的路線 我覺得它不知道是不是故意的啦 嗯 我是不知道 然後後來又把雷達 又視覺的 像我這樣倒車的時候 真的要小心一點 因為那個鏡頭 雖然看得到 但是那個距離感 你是抓不住的 對對對 還是它有點難 對對對 就是那個 你開油車轉換到這個 會有點不習慣它的油門的感覺 對 一開始小朋友還有一點說 為什麼爸爸開車會這樣怒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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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怒 對 可是你適應之後就還好 優點就是 真的很好看 然後 那個什麼 保養啦 然後跟那個 油錢差很多 養物成本 對對對 那個差很多 因為我里程算很高 不到半年已經快要三萬公里了 三萬 對 因為我其實很常在南北跑 第一個省掉的我們就是油錢的問題 然後再來稅金 然後幾乎也免保養 光是這三個 如果跟我的老車比較起來 一年大概可以省了四幾萬 那這台車使用上有什麼缺點嗎 我覺得目前來講的話其實是夠的啦 但是如果說 可能有要生兩個寶寶的話 可能會不太夠 哦 就以空間上來說 對 空間來講 我覺得要騎它其實還蠻完美的 目前沒有啦 目前不會好 其實在目前來講還不會說到後悔買電動車 對 那但是同樣的就是政府的一些措施 然後充電樁的多廣 包含說你現在上高速公路 其實不是很多的休息站都有充電樁 就算有它的支出也不多 然後再加上說怎麼去教育 不好意思啊 必須說人民的功德型 不要占用停車位對不對 我常常會出去的時候發現電動車的停車位 其實被電動車占據 但是它不充電 對 那變成說我們要充電也沒辦法充電 對 不然就是它充飽了電 它車子並不會移車 它就一直去持續把車放在那個地方 所以我想說這必須要有一定的 發責或是規範 這樣電動車開車才不會覺得不方便 才會越來越普及 對 目前是不會啊 因為我覺得 因為特斯拉它為什麼以前會大賣 因為全部只有它在做電動車 對 你們要開電動車就 只有它這個選擇 對 只有一個選項嘛 那以我的觀念來講 其實我覺得特斯拉 它不是傳統車廠出來的 它就是橫空出世的一個組裝廠 軟體組裝科技 對 那講起來它就是拼裝車 對 以我的想法來看 它就是拼裝車 目前為止是倒是還好 我覺得還行啦 還可以 電動車我都不會後悔啊 油車我才會後悔 那你可以簡單幫我們做個比較 就是Model 3跟Ioniq 5 你自己的使用上的心得嗎 駕駛來說 我是覺得Ioniq 5比較好開 對 不過方便性跟好長途的話 是特斯拉比較好一些 那你的Ioniq 5是哪個版本 它的續航里程 對啊 一樣是買的 我買車只買里程最長的 欣梅今天訪問下來感覺怎麼樣 他們好像有一點太好聊了 好像一組差不多二三十分鐘去 對都講超久 對辛苦剪輯師了 他們講話都很有趣很好笑 而且我覺得這些電動車的車主 當然就是一個長鮮啦 走在那個科技尖端的一群人 他們其實異常的很樂意分享 他們真的很活潑 而且他們還會就是邊充電 邊跟旁邊的車主聊天 對就莫名其妙 變朋友了 我來這邊街坊就沒有什麼路人趕時間 這種問題 你趕什麼時間你車就在那邊充電 零失敗 反正你不知道幹嘛 阿不然就來講個話好了 沒錯 然後他們還希望說 這邊可能可以有個廁所或咖啡廳 有地方可以坐之類的 對流動式的 對他們會覺得也會更好 每個幾乎都有第二台車 我覺得最厲害的是兩台都電動車 一台Ioniq 5 一台Model 3 我覺得如果是我自己的話 我一定買Long Range 因為我真的會擔心 因為我加滿油 一桶油 汽車就是跑六百多公里 然後我到充滿電 可能只有三百多四百多 我會覺得就是 只有一半 我會有點焦慮 我一定是家裡可以裝充電裝 我才會買電動車 可是我們今天訪問的通常 很少 全部都沒有那個 家床 大家都很有勇氣 家裡想裝 但沒得裝 管委會就是電動車最大的敵人 這沒辦法 但我自己的想法也是說 我會覺得 以現在這個時間點 你如果要選擇下一台車的話 我還是會建議你買燃油車 你以後大家都要電動車了 這已經是個 你沒辦法改變的未來趨勢的事實 那你為什麼不趁現在燃油車的尾巴 你享受一下渦輪增壓 帶給你的感覺 跟你的一些引擎排氣聲浪 我會覺得現在 就包含現在為什麼 我這台車沒有買電動車的原因 也是因為這樣 我就覺得這就是燃油車的尾巴 我先再享受一下渦輪增壓 帶給我的一些樂趣 那之後反正大家都是 電動車 充電裝更普及的時候 我這台話其實也不遲 那你們想看 我們有什麼樣新的題材 或是訪問什麼樣的主題內容 都可以直接下方留言告訴我們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 感謝各位粉絲 我們已經 10萬訂閱 再邁向我們下一個里程碑 20萬訂閱 不是夢 各位乾哥乾爸乾姐 我們訂閱起來 你們的支持 是我們最大的鼓勵 要買車要賣車一樣 找我們宏達國際 小老鼠 HONGDA 還有我們的MV 我們每天晚上 7點到8點半 都會有直播 特價 再特價 每天晚上 3 5日 更新 我根本不知道 你根本不知道 感謝大家 今天就是這樣 訂閱起來 掰掰 訂閱和大家分享 掰掰